哦 我的老伙计们还记得被演员请就位 我就是演员 等演员敬眼泪综艺尬到头掉的时光吗 就在昨晚又一档Drama满满的敬眼综艺上线了 它就是无限超越班 这么爽呢 真是尬到我漫地找头啊 但尬中啊又充满着酸爽 这档综艺的选手们呢 是整体偏向新生代的IDOL演员们 导师们则全都是香港影视黄金时代的老戏骨 除了有尔东升 慧英红 吴振宇等等 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竟然连成龙大哥都请来了 而他们真的都很敢说 不仅铁面无私 而且一针见血 我真骂人的时候 千万不要介意 第一天入职开会 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慧英红就大杀全场 我叫沈玉 我出道这六年以来演的角色都比较单一 想尝试各种各样类型的角色 你刚才说的话我不认同 每次找我都是妈妈 我都可以演不同的妈妈 为什么没有想过 我没有那种能力把他们演的区别化很大 那你就没有看世界 我是凯奇 希望可以尝试不让的戏 现在你给我的感觉很陶瓷哇哇 这会把你封死 选手范士奇迟到了 慧英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两位导师都当没有看到他这个人 让他在后面站了大半天 直到全演员介绍结束才让他自我介绍 对不起老师 迟到了 sorry 慧英红直言 说实在的你的sorry我不接受 介绍 老师好 我是演员范士奇 我也是各种出道 知道你长处在哪 我的长处是自信 耳东声阴阳 就算迟到也要有自信了啊 最后范士奇自知闯了大货 又有找机会继续道歉 最后一点不要迟到 sorry 没想到耳东声现场就把他给戳穿了 你大声sorry 你以为这个镜头讲出来 你就表露你自信 我不需要听你这个sorry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朋友们 随后来到了成龙的选人环节 沈月举手表示想尝试 你也想学动作吗 想学 你要听实话吗 嗯 难一点 你个子矮 学后期是对的 刘耀文给成龙来了一段所谓的拳击表演 随后成龙更是当场大爆料 很多人连一个基本的动作都不会 一声都跟他做好了 啪啪啪 完了之后他拿个箭就 嘿 就 嘿 有一部戏 我们挑演员有个演员版 我们开大会就是美术啊什么的 就这样 我就啊 这个是谁谁谁 我一转身 中间一排人 大哥 求求啊 如果下次能附上他们的名字 我自身无憾啊 成龙已经算是这些导师中非常温和的了 之后的群体面试才真是活活把人吓尿啊 爱斗演员周杰琼登场张可怡来了一句 妆不要太浓 好 何宇演示了一段武打戏 有一说一啊 哎嘿有点样子 结果耳东声来了一句 体力不太好 你看喘气喘的 爱斗周可怡上台的时候导师问他 我演员跟唱跳只能二选一 你选哪个 最开始我做唱跳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进到一个团体 开一场演唱会 可能马上过几个月就可能会开一场演唱会 然后我的梦想结束之后 我就可以开启我下一个梦想 说实话 这个回答非常没有水平 选秀当爱斗的时候 舞台就是生命 有点明星和粉丝 梦想就变成当演员了 这也是爱斗转演员这一大类艺人的通病 说白了 他们真正的梦想是 当大明星 挣大钱 哪一条路看着更顺畅就走哪一条罢了 这提问 粉丝能接受你拍这些吻戏吗 粉丝肯定不太能接受 吴振宇就讽刺他 看到这个阵仗 沈月一上台就吓哭了 各位老师好 但是导师组也没有要惯着他的 是不是刚才是演的 你刚才是一个编出来的吗 今天很失败 你不应该用这个方法来演给我们看 人最失败的就是说 哇我看到老前辈我都不会演 那个确实不是我演的 是因为这个场合 太多老人家 你不习惯 随后导师组算是给了他一个台阶 也是一个机会 但是沈月没有抓住 你现在你演一个来这个节目 看着我们很不选 我很不爽 大家在 没有根据的 拖拉一点 来 演啊 我不想演 其实呢 这就是演员的基本课 羞耻训练 但沈月啊 真是连门都还没入呢 哎呀 真是 有几难啊 26岁啊 我16岁拍戏第一天 人家都不知道我是一天拍戏啊 我比较出乎意料的是 薛凯奇竟然也来当选手了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他已经41岁了 早年在香港啊 也算大红大紫过 还有香港最后一个少女的称号 结果导师们呢 也用这个称号来噎语他 最后一个小女人 香港的少女死掉了 全部死掉了 你剩下的一个 慧英红啊 更是直言 有时候你的照片 画的装 我觉得 41还这样 坐在一边 68岁依然娇俏凯的照呀 知不乐意了 他没有去装嫩 我觉得他就是活的他自己 徐少雄有帮薛凯奇说话 挺尴尬的 41的时候 当街不行 当妈不行 我相信你现在也是 有这个尴尬期 没有啊 吴振宇当时和慧英红 持相同的意见 你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卡呀 娃娃脸是很很惨的 也不敢找你演少女 也不敢找你演妈妈 这一波我输出一下我个人的拙见哈 演员演员 戏里与真人反差越大 才越能称之为演技好 所以啊薛凯奇目前真正的痛点 不在于他生活中依然像一个少女 而是他拿不出一部非少女角色的代表作 近几年颇受好评的樱桃和热衣扎 现实生活中啊 其实都是辣妹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接风格多类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薛凯奇的当务之急 不是改变现实生活中的他 而是需要中女阶段 一个能证明他演技的新角色 最后本期节目最尬名场面来了 给老师介绍一下我真实的自己 我是迪密孟扎赵英子 迪密孟扎是网友给我起的外号 他们呢来源于迪迪若巴 姚蜜 孟子义 和古丽纳扎 不愧是你啊赵英子 一蹭蹭四个 by the way 孟子义要活活乐死 啥也没干 赵英子全自动帮他抬咖薄板面 我真的是被他的自我介绍活活吓死 幸好这现场全是嘴涕 接下来是我个人认为本期最爆笑的一段 你自己跟他们四个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我觉得是颜值可能 网友觉得比较相似 但是我没有把我的演技和他们来比 我就跟自己比 就是说他样子有一点像 在演技方面不要占到这四个人 演技方面不要占到这四个人 吴振宇 你咱能瞎说什么大实话呀你 连勇我不介意演技别来了 那别说啊 我们英子 Drama是Drama 对演技还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哈 赵英子随后又自Q 他以前在红毯晕倒的旧纹 靠后一点 有什么不舒服吗 来 哎 啊 为什么摔得那么假呢 别急啊 咱们英子还没尬完 还有 其实我的事业呢 是出道即巅峰 但是我觉得 无论成绩好坏 演技还在 给老师看看 我演戏的高光时刻 现场所有人的表情不是一脸嫌弃就是满脸疑惑 而且我觉得他们啊可能都觉得赵英子没救了 后续都没怎么和他互动 让他草草下台了 和薛凯奇上场时引发的激烈讨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随后的集体选角环节 赵英子四度起身争取角色 全数落选 最后一次都没有人起来跟他争 但导师张可怡却执意要选根本就没有站起来的韩雪 而且韩雪的身份甚至都不是选手 而是召集人助理 怎么说呢 这姐们儿其实是具备做演员的一些特质的 脸皮啊是真够厚 心脏是真够大 每一次上节目都能黑红一波 都说娱乐圈不怕被骂 就怕没人讨论 在吵话题这一点上 赵英子还真是内娱王者 这第一期才播了自我介绍和选角 就已经名场面背出了 这后面要演起戏来 我不敢细想不敢细想 其实看这些导师点评的时候 我心里一度犯嘀咕 这是不是太over了 但是呢 慧英红的一段话 让我理解了他们的行为 早期拍戏 有导演有导演 像我这种年轻那么小的时候 我们是随便在一个道具啊 一个箱子啊 做直到那个导演 他很喜欢你 这表现非常好 他会叫道具 买一双椅子 写了你的名字 我认为啊 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要做到敬业 但我并不赞同 无意义的职场虐菜 像慧英红说的这种 不给演员凳子做 我就觉得略显刻意了 但从他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一亏 那个年代 香港演员的职场状态 在剧组 演员不是大明星 不受万人捧 只有踏踏实实的 把工作做好 才能得到旁人的尊重 这就是为什么 导师们可以不留情面 一针见血 因为现场的很多选手们 还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又凭什么得到 同行前辈们的敬重呢 看着这些内鱼 新生大门在听到前辈评价后 满脸错愕的表情 我推测 他们已经很久 没有在现实生活中 听到这么刺耳的大实话了 内鱼 是该被好好整顿整顿了 那么今天 咱们就尬到这儿 下回见咯